觀眾朋友 你好 已經被中國關押 一百多天 前民進黨的黨工 同時也是社區大學的重要講師 也是重要的民主人權人士 李明哲今天在中國湖南省 接受公審 他坦承他觸犯了 顛覆國家政權罪 而中國的法院呢 在起訴書裡面談到說呢 他其實是最重要的 這種所謂的守謀分子 如果依照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罪行的話 如果你是最重要的守謀的話呢 至少是判十年以上的 這樣子一個徒刑 今天上演這場所謂的公審大戲 是罪證確鑿 還是有很多人認為 這又是再次的被認罪 今天好好來談一下李明哲案 對於兩岸的人權 乃至於對兩岸未來的政治 民主會有什麼樣的一個重大影響 先來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臺灣關懷 中國人權聯盟的理事長 楊憲宏 楊社長你好 薰聰好 大家好 臺灣智庫的諮詢委員 董立文 董老師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 齊樂宇 薰聰好 大家好 這一次呢 也跟著李明哲的太太 李靜宇女士到中國湖南去 待會兒呢 我們會跟李明哲救援大隊的成員 蕭逸民 他現在人就在中國湖南省的岳陽市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 今天這一場公審大戲 正式上場 而那代表的是所謂的罪證確鑿 中國正式用所謂的顛覆國家政權罪 來起訴以及定罪臺灣的人民 這一場戲 究竟接下來要怎麼樣繼續發展 我們來看看 被告人彭宇華 李明哲到庭 失蹤超過五個月的民進黨前黨工李明哲 頂著平頭現身中國岳陽中院的法庭 被指控涉犯顛覆國家政權罪的他 和中國籍共同被告彭宇華一同出庭 中國檢方則指指彭宇華涉嫌拉攏李明哲 等數十名的境外人士成立梅花公司 企圖推翻國家政治制度 誹謗和攻擊國家現行政治制度 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 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被依系數犯行 李明哲和彭宇華兩人在隔離詢問時 都當地認罪 曾經認識到自己的行為 確實是觸犯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105條的 這個顛覆國家政權罪 那這個對過去因為這個自己 錯誤的認識 那當然要感謝這個 像執法單位的文明辦案 也過去在這個在台灣接觸到這個 李明哲不僅多次承認 在網路平台散播惡意 抨擊中國政府的文章表達懺悔 還聲稱自己見識到中國的文明辦案 這樣的公辭和他的妻子李靖瑜 先前預想的被認罪的狀況一樣 不過李明哲堅稱 梅花公司的建立並被他主動 是彭宇華在沒有商量之下成立 他更沒有提供任何的資金援助 依照中國大陸顛覆國家政權罪的規定 首要分子可處無期或是10年以上徒刑 對積極參加者是3年至10年徒刑 其他參加者是3年以下拘役或是剝奪政治權利 李明哲的認罪公訴會獲得如何的判決 又能否換回自由 法院將擇期宣判 我們現在透過世緒連線給人在中國湖南岳陽陪著李明哲的妻子李靖瑜女士到中國去看這一場究竟如何審理的 我們歡迎是李明哲救援大隊的成員蕭逸銘 李明你怎麼樣看待今天的這樣子一個所謂的文明辦案 是 各位朋友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審判其實在我們這邊 我們覺得有分成幾個層面 第一個我們覺得中國政府非常自信 非常有信心 向臺灣人民 向全世界展示他們的決定 所以這一次他們 我們再得知 這個審判的隔天 我們就聯絡這個岳陽法院 希望說我們可以來旁聽 來了解這個案件 他們是說因為我們是臺灣人 所以必須要向國台辦申請 那我們就透過陸委會申請之後 我們原來並不覺得說可以成行的 但是沒想到那個洛委會後來很努力爭取 那我們真的過來 那在沿路他們也都非常尊重我們 給我們相當多的自由 所以我才可以在這邊接受採訪 那這邊的話 我是覺得他們就是很明白的跟臺灣民眾 跟全世界的民眾說 中國的司法就是這樣處理的 但是我們今天看了這個審判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不公正的審判 最主要理由 按照中國的法院的公告 今天是一個公開的審理 可是實際上有非常多的民眾 在法庭外面進不去 那像我們有申請旁聽證 他也沒有核發 事實上我們看到今天的影像 事實上還有些空位的 所以 即使他有透過這個微博 把訊息 把開庭的畫面傳播出去 但是他並不是Live的 那所以我們覺得這個 還是有違反公開審判的原則 所以一鳴 你等一下 就是我先請教 所以今天的審判 是李明哲的太太李靖宇女士 以及李明哲的媽媽母親 他有到庭裡面去旁聽 但是包括您跟其他的這些關心的民眾 通通進不去 是 那一般的民眾是無法申請旁聽證進去的 那所以我們是在他們國台辦安排的飯店的會議室 來觀看直播 是 是 那另外一件事要請教你 今天李明哲幾乎對於中國人民檢察院所說的這些起訴的內容 他全部都坦承 你相信這樣的一個說法嗎 我必須得說我這邊我們來看的是一個做法庭觀察 所以我們從法律上的專業來看的話李明哲今天他保持沉默的權力並沒有被保障 他不自證己罪 就是不自己證明自己是犯罪的這個權利 也沒有被保障 他今天這個認罪的行為 我們覺得這個沒辦法被認定是出於自由意志 是 然後甚至他還要做出一些不相關的 譬如說感謝黨國這樣的延遲 所以我們覺得在這部分他人權是受到非常大的侵害 這是 等一下我們會再來談談這部分 可是另外一個也有部分的網友講說 你到人家的國家就是要遵守當地國家的法令 如果中國不管這樣子的法合理不合理 或者是是否符合人權 但是他就是有一條叫做顛覆國家政權罪 而包括說李明哲之前在QQ 也就是即時通訊軟體上去批評中共的政權 乃至於他企圖去組成一個叫梅花公司 那這間公司說他的目的就是要顛覆掉共產黨的政權 因此在證據上以及所謂的法律的限制上都已經符合了 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相關定義 因此今天被審理 然後接下來要被判刑 這樣不對嗎 這是犯了非常 這個網友當然不懂法律 所以他犯了非常嚴重的錯誤 那從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個 今天我們等了很久 終於公佈了到底他們認為 李明哲的犯罪事實是什麼 那我們看來簡單講就是李明哲在臺灣上網 那認識了一個中國的網友 他希望在中國組織政黨 並且開了一個武漢會議 那這個會議還有所有的行動 李明哲都沒有實際參與 他只是幫他轉發 並且在上面跟他網路上討論 那這樣子的行為 那中國把他起訴顛覆國家政權罪 有一個非常大的錯誤 也就是說李明哲這些行為全部是在臺灣發生的 他在臺灣家裡上網 在臺灣的法律 我們是允許追求民主自由 那他分享他在臺灣的經驗 在臺灣沒有違背任何的法律 中國的法律有規定 在行為 犯罪行為地的法律 沒有處罰的話 是不構成犯罪的 是 那如果依照李明哲 被今天被起訴審理 以及接下來可能被判刑的 這樣子一個邏輯 中華民國臺灣任何一個公民 只要在臺灣上網批評共產黨 然後指責共產黨的不是 乃至於跟對岸也同樣有相同意見的人 有去溝通聯繫 那麼臺灣的人一旦到中國大陸的領土 上去的時候 就可能被逮捕 就可能被起訴 就可能被判刑 是這個邏輯 對 所以這個是其實也違反中國自己的法律 所以我們覺得今天李明哲這個案子 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權利 就是李明哲受到有效辯護的權利 我們覺得中國指派的官派律師 並沒有替李明哲做實質有效的辯護 讓他的這個辯護權受到很大的影響 這也是我們這次觀察到的重點 議民另外一個重點是在於 所謂的梅花公司 當然罵中國共產黨的人比比皆是 可是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成立一個公司 或是企圖打算成立一個公司 而這個公司的目的是要顛覆掉共產黨的政權 你怎麼看 是 首先李明哲已經講了 他當他知道這個另外共同被告 要成立公司的時候 他就離開他了 他就沒有繼續參與了 因為他覺得這是一個很荒謬的 很荒謬的行為 那實際上這個公司也沒有成立 所以這並沒有任何的具體要 具體的行動或所謂的犯罪行為產生 基本上犯罪是處罰行為並不處罰思想 是 是 所以以這個案件來看的話 那個他們就是在網路上 有人提出一些很很很意想天開的想法 那大家就是打打嘴炮 那也沒有實際行動 那我們我今天看起來我難以理解說 為什麼會對一個在台灣完全合法的事情 然後在只因為他跟中國一個一個中國人連結 那就變成有犯罪的情況 OK 一明請你跟我們繼續保持連線 不過我們來看看今天李明哲 他所謂的他坦承 不過其實在台灣 已經有非常非常多的這些判例 就是用所謂的嫌疑犯的自白書 他坦承 但是坦承背後 可能會有非常多複雜的因素 所以當一個嫌疑人坦承犯行的時候 不代表這就是最後的事實 這我必須先澄清 可是另外一點 他今天坦承了什麼 李明哲在今天的法院坦承 他加入了叫做圍觀中國 反正就是幾個論壇 在這邊QQ來QQ去 就是跟我們MSN Line一樣 就講來講去 就是這種網路上的一個 即時通訊軟體弄了一個群組 然後起訴書是說 李明哲散佈惡意攻擊中國共產黨 中國政府跟現行政治制度的一些文章 意圖顛覆國家政權 李明哲說對 然後為梅花公司計畫書提了修改意見 梅花公司說是要用網路作為平臺 在中國建立八個分群組擴展組織 二零一七年前說要匯聚百萬人 然後分成自主整合革新三期的工作 建立海外的媒體跟律師連線 最終要達成顛覆國家政權的目的 不過說實在 包括我在第一時間說 你搞了一個公司 然後要顛覆掉共產黨 我第一個想法說 這個叫做西津公司 就是說笑死人 共產黨你隨便開一個公司 把他搞掉 那這個還叫共產黨 不過他說對 他有提供意見 那再來呢 擔任維官華南的管理員 那也成立了叫做公民學堂 宣揚西方多黨輪替的這個執政政見的理念 還有針對熱點的事件 在網路上炒作擴散抹黑中國共產黨 中國政府跟現在的政治制度 那現在認罪還有毀罪 說過去曾經表達過不反對暴力革命 可是現在對中國有重新的認識 執法單位這一次叫做文明辦案 中國發展進步 跟過去臺灣接受到的資訊很不一樣 對於過去錯誤思想跟資訊 導致的犯罪 李明哲認罪 也悔恨悔罪 那可是李明哲說 我沒有用錢來幫助另外一個 今天同樣被審判的人 叫做彭宇華 去進行梅花公司的海外聯繫 我也沒有從梅花公司 拿到一毛錢放到我的口袋 所以沒有資金的進跟出 那也沒有討論如何實施梅花計畫 那也不贊同成立叫做港澳台的QQ群組 我先請教社長 這一場公審大戲到底在演什麼 目的是什麼 鬧劇 鬧劇 兩個字講完了 其實我們花太多時間討論這些好無聊的內容 這個不需要討論 這個其實都是生鮮射箭再畫靶的 事實上最重要的證據是什麼 他把人抓去以後不知道要怎麼處理他 我們去美國的時候跟美國在國務院裡頭非常仔細討論這整個過程 包括美國的訊息也一樣 就是到目前到那 我們五月 五月底去美國的時候 討論的所有內容都說完全沒有任何證據 人是什麼樣都不知道 通通沒有 所以美國當時候在我們跟國務院商量以後 就是說我們引用他們的刑事訴訟法 中間就是他最多只能居留三七天 那我先請教 社長你的意思就是在抓李明澤 抓了當時跟抓了之後 那時候根本沒什麼圍觀中國 圍觀華南 也沒什麼梅花公司 是最近才搞出來這些東西 我認為是他後面在臭的 把是最近才畫出來的 把是最近才畫 那最重要證據是什麼 最重要證據是美國接受我們的談法 我們說他自己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有三十七天必須起訴 如果沒起訴 我就無罪釋放 所以美國你記不記得 我們從美國回來以後 他不到一個禮拜 美國馬上國務院 馬上向中國提出說 請無罪釋放李明澤 馬上釋放 為什麼 美國講這句話的時候 就是依據你自己的法律 所以中共急急忙忙 那個國台辦趕快開記者會 說他犯了顛覆國家政權罪 請問我們回頭去想一下 當時候他講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時候 講什麼 如果有這些東西 他早早倒出來了 什麼QQ群什麼東西 沒有 什麼梅花七花 那時候早就講出來 什麼話都沒有 這個就是鬧劇 所以從顛覆國家政權罪丟出去 然後開始想怎麼樣湊故事 不過樂義兄 那個如果說這是場鬧劇 但是很顯然 不管那個罪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李明澤認罪回罪 那依照顛覆國家政權罪 你如果只是旁邊在那邊繳獲的人 三年以下 如果是你積極參與的 三年以上 如果你是首謀首要分子 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 那你都已經承認了老共會輕判嗎 呃 因為這個是 因為剛剛聽憲宏這樣講 完全是兩個不同的版本啦 就是大陸的跟外界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就是一個認定的問題 究竟是誰在做假 或是不承認一個事實的發展 我覺得只有一個人 最能夠證明自己 就是他本人 他是不是做了這些所謂上面的事情 即便到現在沒有辦法舉證 他應該很清楚 他有沒有在做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認定的問題了 他可能有在做 但並不意味在我們的標準 並不是顛覆國家政權 也許他是在促進大陸的民主發展 這個就是定義的問題 但是我剛剛聽完這樣 憲宏這樣講完 我覺得更嚴重的就是說 根本沒這個事 他去做了這個事 這個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中國大陸將要肩負很大的風險 就等於說 你整個是一個謊言 但是我現在個人的判斷 我個人的判斷 中國大陸應該有他的一定的事實根據 否則他不會這樣做 要不然他的風險實在太大了 只是說 你在定義怎麼定義 這個東西我們就可以談 我也承認 他整個選判的過程中 完全不符合我們外在的標準 譬如說辯護律師不能辯護的 這個實在是 你至少要讓這件事情 旁聽的限制 自由意志 這些我覺得都是在技術上的處理 但是也包括人權的本質 我還是要問 你究竟有沒有做這些事 即便現在已經 你沒有辦法去拿證明去證明這些東西 或都抹掉了或怎麼樣 你有沒有在做 還有一個 第二個 你有沒有在當地福建 他們這幾個地 他他後來有講 我不曉得真的 赴廣東廣西福建 參加群組聚會 有沒有這個動作 有沒有去這些群組 有沒有談群組去顛覆 中國政權的事情 有沒有說二零一五年 有沒有公開的說 不排除用暴力武力 去去顛覆這個政權 有沒有我我只care這件事情 我沒有任何立場 如果你都有的話 後面是認定的問題 這是一個 第二個 他這個事件 是從二零一二年的十二月 到二零一七年的三月十九號 四年三個月 不是一年不是兩年 是四年三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 剛剛現在我講了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很嚴肅的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根本就沒有的東西 都是一個謊言 那我覺得這個太嚴重了 大家都沒有保障 在中國大陸都沒有保障 他如果要整你的話 他就可以編一個 這樣的謊言 就把你框死 那我覺得太危險 但是我個人的感覺 那老公會幹這種事嗎 我個人的判斷 他一定有做這些事 但是他的那個程度不一樣 第二個 也許你民主的想法 就是要促進中國的民主發展 也有這樣的人 促進把台灣的人權發展的奮鬥的經驗 把它複製到 把它複製到大陸 但是對大陸來說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嗎 對不對 對我們來說是稀疏平常的事情 所以這就是涉及到兩岸問題 以後怎麼走進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有這麼大的差距 但所以還有一點 剛剛講到網路對不對 網路他的實際的東西 是在台灣做的 沒有在大陸做 對不對 剛剛不是有談到嗎 蕭一鳴是這樣說 但是中國他有一個安全法 就網路信息安全法 就是說你人喔 在境外我哪裡一點辦法都沒有 但是你跑到我 對你跑到這邊 我就把你抓了 就算你是在台灣發言 對 因為不管你的啟發地在哪 因為是網路 那我們兩千三百萬個鄉民 大家可能至少有一半在網路上罵過共產黨 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案子 卻有這個歧視的話 那你也有做過那些事的話 而且你去有串聯的 你知道一個人做 跟串聯做 跟組織做不一樣 因為他我看他這個整個條條例來看 他已經涉及到組織性 有在發展組織 如果是你個人發言的話 我覺得是一回事 那我另外一個 我就是個人的疑問 如果你是共產黨 或是你是法官 或是你是檢察官 你真的會相信一個 真的是根本不知道他什麼來歷 彭與華 然後根本不知道他在台灣 其實李明哲在台灣說實在 也不是多少人認識他 然後他們說要成立一個叫做梅花 還是菊花還是什麼花的公司 然後這朵花 就要把我共產黨搞垮掉 然後我就非得用國家政權罪來辦他 我跟你講 這不是很好笑 這個就是中共自己也沒有信心 老毛不是說過了嗎 心心之火可以燎原 在我們來說是稀疏平常 我一再強調 這些東西在我們這邊 根本稀疏平常 但是今天我們的對象 是那樣的一個國家 那樣的一個法律 那你還要去 你可以說臭他都沒有問題 那你就不要去 因為你去有這個 就有這個風險 就是有這個風險 我講的是事實 這是一個reality 這是一個事實層面 人權的問題 道德的標準 我們當然是可以再來談 我們當然是可以批判 包括他的程序 有很多不符合 我們一般的標準 對 你懂我意思 瞭解 所以我要再強調重點是 有沒有做 OK 如果你現在要在網路上批評共產黨 那麼有一個現在就文言文跟白話文之爭 有一句成語叫做為邦不入 你敢罵共產黨 你最好不要去中國 否則你就是第二個 李明哲 我們來看看今天李明哲如何說自己 到底做了什麼事 犯了什麼錯 你認識檔案的被告人彭于華嗎 認識 是怎麼認識的 通過微博 就是微博 我轉發他的帖子 然後他就 用微博上面那個發訊息問我是不是台灣人 然後給我了他的QQ號碼 然後也加了我的QQ 然後把我拉到這個圍觀中國群裡面 那麼你在圍觀中國QQ群裡面 主要做了一些什麼事 這個群裡面散布一些 惡意攻擊中國公安黨中國 這現行政制度中國政府的文章 然後也 也組織著這個 在華南群組織著這個公民學堂 撰寫一些惡意抹黑 中國公安黨中國政府 及這個中國現行制度的這個 這個資料跟文章 那意圖意圖這個顛覆這個國家政權 彭玉華在起草沒法計法的時候 與你三兩國沒有 沒有 你們有沒有討論過如何實施沒法計法 沒有 你是否檢舉揭發了他人的犯罪事實 我這從廣州到長沙就是 我大概講了王立華跟一些人 我所指導他們的這個犯罪的這個過程 犯罪的事實 我再請教一下東老師 說實在這場戲會讓人家有點看不懂 如果說他就是也沒有真正積極參與什麼梅花公司 那就算那個梅花公司真的搞起來了 也真的對中國政權不會有什麼影響 連劉曉波都可以把他關到死 你還在意什麼一個彭雨華 或者是一個李明哲 可是他又是用非常大的一個所謂的巨馬來演這齣戲 其實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後 其實中共就有立下一個他們自己的規矩 就是要把一切動亂消除在萌芽狀態 他們過去就是過去從六四天安門事件到現在 他們是用這種標準這種眼光在看 在看待他們社會的所謂的不同意見的 或是意義分子的所有的思想或是行動 所以就像您講的 所以可能是有些聚會 可能是有些群組 可能還想要成立一個公司想而已喔 對中共來說 這就已經犯了他們的大忌 我倒是覺得 我覺得這整齣如果說是鬧劇的話 我覺得裡面有很多荒謬的地方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教材 非常好的版本就對了 這一定要把它全部保留下來 就是說其實他對中國大陸老百姓 他會自己都說不過去 我先不講他的法律是什麼 就是說裡面一直指控這個李明哲 就是重傷抹黑 就問具體是什麼 就是說在QQ上 你散佈了哪些東西 我就仔細聽李明哲講 他講了三件事情 第一個 第一個他放了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視頻 第二件他放了東歐 就那個坦克的那個 坦克 第二個他放了東歐顏色革命的過程 第三個然後他放了這個一九九一年蘇聯 那個這個蘇聯共產黨政權的垮台的過程 視頻他先放這三個視頻以後呢 然後下面他會寫文章 就是說要他寫一些評論文章 所以說那個那個這個也被這個法庭 對中共的法庭列為是一個犯罪證據 就那你是不是有寫文章去評論那些事情 有有有有有 然後兩次兩度說 兩度談到就是說 他去散播所謂的西方 那個那個多黨這個政黨輪流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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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黨制的這個這個事實 我覺得我幻視我一個中國大陸的人 人民的話我在聽到這些事情 其實我萬一我我沒有聽過這三件事情 我一定很好奇這三件事情是怎麼回事 我一定會把它找來看 到底六四天安門事件是怎麼樣 到底對不對 蘇東坡是怎麼回事 到底什麼叫顏色革命 什麼叫多黨制 原來政黨是可以可以輪替 所以我覺得這個這個我覺得是 中共是弄巧成拙 所以我非常相信社長剛才談的 就是在時間的衝突之下 他不得不把這個句馬全部寫好 然後弄出這場鬧劇來 我也相信剛才我們的朋友所談的 就是說李明哲他一定是有些行動 就是說他可能是有參加群組 有寫文章 評論評論 然後這個彭玉華就說 你是不是來當我們某個地方的什麼 教育組長 他也說好 那就是最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 我說這個這個 今天這個審判的這個鬧劇這個視頻 我們要好好的保留 就是說從頭到尾這個視頻 從頭到尾 中共努力的在證明李明哲 第一個思想錯誤 第二個認識錯誤 李明哲不是要講嗎 他對中國大陸認識呢 是在受臺灣媒體的這個偏見 所以他思想錯了 他認識錯了 他行動錯了 所以中共要他認罪 是從頭到尾的認罪 思想錯 認識錯 行動錯 所以他被判刑 我覺得這個對 我相信他的太太說了一句話 就是那個李靜宇講了句話 他說看完這個視頻之後 他說他就不需要再多做解釋了 他不需要再跟我們臺灣人民多做解釋了 他認為說兩邊的這種這種 或是說中共的法治的這種惡劣的狀況 或是沒有法治的狀況 其實都已經完整地呈現在 我覺得臺灣人民的眼睛 不過剛剛也談到說 今天包括李明哲的太太 跟李明哲的母親 也一起去看著這一場 李明哲的公審 我們來看看 照片中李明哲和母親緊握著手 分隔一百七十多天的日子 母子倆終於見面 之後他也見到了妻子李靜宇 這是在開庭之後的會面 不過兩人的對話 卻讓李靜宇很心痛 這次李靜宇和婆婆兩人 都順利進入法庭旁聽 李靜宇說李明哲認罪如同他所預言 不過這不是法庭的審判 而是政府的公署大會 世界也和他見證了這一場政治大戲 而李靜宇到中國之前 已經在兩隻手臂刺上字 就在等這一刻展現給丈夫看 為他鼓勵 面對李明哲案 總統負責保持一貫的立場 表示會盡一切力量 讓李明哲平安返國 李明哲首度開庭 香港人權團體也同步關心 擔心李明哲案 會出現寒蟬效應 支聯會和社會民主連線成員 十一號下午 則是遊行到北京中央政府 駐香港的聯絡辦公室 要求中方要儘快釋放李明哲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東老師我還是請教你 剛剛我們也談到說 不管李明哲 是不是真的有做這些事情 那程度的深淺不同 以及所謂的一個梅花公司 是不是真的可以顛覆掉 共產黨的政權 那防衛杜奸 就是對共產黨強權 可能就是最小開始萌芽 我就要把你打死 這個也想得過去 可是呢 他有一個效應是說 李明哲是在臺灣上網 罵共產黨 然後呢 他跑到中國去 或許跟這些人呢 有一些聯繫 有一些碰面 然後呢 或許跟一個可能還沒成立 或者是八竿子打不著的 有一點點關聯 那這個訊息就是說 你只要在天涯海角 任何一個地方 哪怕是在外星球上網 你罵共產黨 你進到我中國的領土 我就可以依顛覆國家政權罪 逮捕你拘留你 定罪 我們來看看這個罪有多重 中國湖南人民檢察院說呢 彭宇華就是另外一個 今天被審判的人 李明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一百零五條第一款顛覆國家政權罪 犯罪事實清楚 證據確實充分 要以顛覆國家政權罪來追究他的刑責 那這兩個人呢 包括李明哲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 那第一款呢 說這個罪呢要怎麼辦呢 如果你是組織策劃 實施顛覆國家政權 要來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首要分子 或是罪行重大呢 無期徒刑 或是十年以上 積極參加的呢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其他參加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難道共產黨不會思考說 那個對臺灣對香港 乃至於對任何人 他會有非常負面的訊號出現嗎 我相信中共政權 他會想到這些 他就是要這個嗎 他顧不了這些了 他顧不了這些 第一個 你從這個李明哲案 可以看得出來 中共政權第一個考慮的是 中國共產黨統治的穩固 再一個 第二個 他其實是 我覺得這整個視頻出來 第一個 首要是在警告中國大陸自己的人民 第二個是在警告全世界 所有相關 其實不只是臺灣人 就是所有在做這些事情 你就不要來 我舉例來說 其實不只是李明哲碰到這樣的事情 香港其實就是銅鑼灣事件 還有香港還有其他人 美國有美籍的華人 一樣碰到這種事情 就是美籍華人 在美國是批評共產黨的 甚至有參與一些他們的活動 可是到了 到了中國大陸 一樣被扣下來 當然扣的天數 因為美國政府馬上出面 扣的天數比比較少 三五天了以後就放出來 他其實就在製造恐懼 就是全世界想要批評這個 中國共產黨的人 你要心裡要有數 你如果批評的話 你就不要來 他其實在做這個防火牆 我認為中共的目的是在這裡 至於你剛剛說的 那形象什麼 他已經顧不了了 最重要是共產黨統治的鞏固 我們現在也透過連線的方式 連線到人應該在日內網 他去聯合國參加一個就是報告 李明哲案到底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這樣子一個發展 甚至如此荒謬的一個情形 我們歡迎是跆拳會的秘書長邱依靈 依靈 依靈 你在線上這邊看待今天公審李明哲案 依靈 大家好 主持人大家好 您剛剛問的問題是什麼 可以再重複一遍嗎 你應該也在網路上看到 今天的一些審判的情形 包括李明哲先生 他坦承包括觸犯的顛覆國家政權罪 那他認罪也毀罪 你怎麼樣看待今天的審理 我想其實透過今天的審判過程 然後其實我們看到就是李明哲 跟他在中國的那些網友 他們做的事情其實就是很簡單 就是去宣揚民主人權的理念 然後去組織結社 那這個東西其實都是 世界人權宣言裡面 所賦予的一個基本的人權 那我想中國自己作為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 會員應該也都知道 這個是基本的人權 他並不是所謂的犯罪行為 那所以從今天他過程度看得很出來 雖然他認罪了 對 可是他們所公布的那些事實的罪證的內容 什麼發文事實者這種 這種這種罪狀 其實老實說 每天我們臺灣人都在做這些事情 那對 就是說 如果這樣子就叫做顛覆國家政權罪的話 那我想全臺灣人都在顛覆國家政權 依林 談一談您這一趟去日內瓦的目的是什麼好嗎 什麼 談一談這一次 您現在應該是在日內瓦嗎 對 OK 為什麼要去日內瓦 因為聯合國的強迫失蹤委員會 已經正式受理這個案件 那因為今天的審判其實 也還沒有有正式宣判結果 那李明哲先生也仍然被繼續關押 那然後他們也仍然沒有公布 那個關押的避典到底在哪裡 所以對我們來說 他仍然是一個強迫失蹤的狀態 雖然他有在法庭上出現一下 對 那所以我想就是說相關的一些 就是說聯合國的這個強迫失蹤的會議 裡面本來有邀家屬 跟申訴團體要去報告 那很遺憾是說 因為家屬就必須要前往中國 沒有辦法過來 那就由申訴團體來代表報告這樣子 那其實現在也正在開 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 那在這邊的日內網的周邊的人權團體 也有就是安排一些周邊的會議 也邀請我們去做李明哲的這個案件報告 所以主要是就是會有兩個會議 都是在做相關的報告這樣子 依林我再請教你 是是 李明哲案在聯合國會有比較好的施力點嗎 聯合國會受理這個案子 會重視這個案子嗎 我想問我的會員他們非常重視這個案子 他們甚至是親自打電話過來 那想要確認說家屬是可以到場 因為六月底的時候 我跟聯合國會系列組聯盟的懷疑 我們就已經沒有去過一次了 那不過因為就是我們會跟他們說明說 為什麼家屬沒有辦法到場這樣 那他們是非常關注這個案子 也是親自打電話 所以也是可以顯示他們重視的程度 是 非常謝謝依林人在日內網 跟我們做這樣子一個連線 非常謝謝您 我再請教一下社長 這個案子難道不是四方 出一個更強的訊息 難道不是對於言論 做更大的解說嗎 我不是這樣看 你不是嗎 我覺得這個習近平 根本就在自己找台階下 演這一場戲的目的 像跳廣場舞一樣 在我看 他說我不想玩這場 我要跟美國好好談 然後我要談談台灣問題 因為美國最近的幾次談話 只要提到台灣 美國就丟出李明哲 怎麼談得下去 李明哲這些事情 中共處理成這麼有瑕疵 這個不是我們在台灣說有異事情的批評喔 今天公布出來這樣的畫面 那給美國人更多子彈 美國人看著這畫面 一個一個問他 這是怎樣 老實說這瑕疵很大 他講要用中國家政權罪的話 注意喔 他要組織策劃實施喔 組織策劃實施 對美國人對這個字眼非常重視喔 你今天看到他們公布 統合你也要跟武昌起義 有穿軍下去 不知道有尊重 對 你看的連美華公司 告訴我就不成立 是實施什麼 組織策劃實施喔 我想這今天他自己公布的嘛 哪裡是組織 哪裡是策劃 哪裡是實施 有嗎 這根本不成一個事實嘛 所以我覺得大多數人 也不要嚇都嚇壞說 如果在臺灣QQ群或是什麼 然後跟中國大陸的朋友 大家聊聊天 那偶爾談一下 這個政權不像話 或是郭文貴一下 這樣子的話 就會被玷污國家政權罪 我認為我自己的判斷 就是他處理這個案子 不是一個開始 他是想結束這個案子 事實上我們也不要忘記 包括他的前客曾經來過 就告訴李靜宇說 在廣東逮捕李明哲 根本是一個錯誤 美國的消息也是這樣看 然後我在美國的時候 接受媒體的採訪 美國媒體採訪的時候 那是一個英文採訪 那我說了一個段落 這個段落是說 他們問我也是問 就是剛剛月毅講的這個問題 到底他做了什麼 他都知道 後來我就說 基本上我們的指導 李明哲所做的事情 是全世界 不是只是臺灣而已 民主自由 法治人權的國家的人 每天都會做的事情 可是我們做的這些事情 今天卻被中共 就直接認定 中國家政權罪 所以我就說 那臺灣未來怎麼可能 跟這個國家有任何交往 我們現在三個月也說 他利益秀賣不賣 這個不可能 我們不可能 然後我也講到說 其他國家的NGOA 也請你小心 他們是用這個方法 後來我就說了一句 因為這個那一次是在VOA 那我就談到最後 我就講說 我認為中共這樣做 是與全世界民主自由的文明為敵 你如果要做這樣事情 你就說清楚你打算這樣幹 結果後來紐約大學的那個教授孔傑榮 就引述我的話 他說他認為中共在這個事情上 如果再這樣幹下去 會錯得很離譜 他就後來引述我的話說 這個的確是一個問題 他也提醒中共必須注意 不過這件事情的觀察點很重要 是在於說 今天儘管起訴書裡面寫的說 你是首要分子 你要判十年以上等等 重點是接下來怎麼判 他如果是判三年以下 甚至說無罪 那就是完全另外一個訊息 但是他如果判三年以上 乃至十年以上 那又是另外一個訊息 我再提供一個 就去年三月的時候 十二個國家對中共 在人權上面的問題提出質疑 在離合國 當時候質疑的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 你完全不遵守自己的憲法 跟自己的法律 是這個罪名 告訴中共說你的法律 今天我們拿他的法律來看 看了半天想說那個法官在上面 在演什麼 演太大了吧 請告訴我們什麼叫做組織 什麼叫策劃 什麼叫實施 把那個話 你要記得 臺灣曾經也辯論過這個問題 刑法一百條到最後 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承認 言論入罪是不可以的 所以什麼是叫言論層次 你記不記得我們討論過 什麼是言論層次 什麼是行為層次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不管怎麼樣說 他因為也是對中國境內也都廣播了 都大家看到 這個會變成未來大家問共產黨 什麼叫做行為層次 因為這個裡頭的定義 組織策劃實施必須是行為層次 不是言論層次 我跟著社長的話來說 第一個就是說 當中共在這種事件上開庭的時候 其實就是中共想要幫他做結束的時候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政治事件 所以說李明這案也好 所有的你看貪腐案也好 或其他的案子 當正式開庭的時候 就是中共想要結束的時候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他要判幾年 一點都不重要 我估大概三到四年 隨便判個幾年 然後呢 因為中共的這個法律 他可以捏的怎麼捏呢 那個 或是那個保外就醫 那個他不是 裡面的身體不好嗎 再給你保外就醫 判稍微偏重一點 是一個籌碼 就是對李明哲先生的籌碼 然後保外就醫 要放人就放人了嘛 順便賣蔡英文一個面子 對 所以我覺得判幾年 我覺得並不是重點 不過我們來看看 不過我強調說 這個背後的事實 還要再過一陣子才會清楚 但是至少現在的劇本 是這樣演 這套劇本是說 兩千一二年的時候呢 剛剛另外一位叫做彭宇華 那彭宇華是誰呢 就是好像是搞財經的 那也不是之前弄維權的 也不是什麼大咖的 那個民主人士 就是一個搞財經的 那彭宇華五月開始呢 創了一個叫兩岸牽手為關 中國為關 華南QQ 我在強調QQ 就是很像我們的Line啊 Facebook啊 或者是什麼Skype啊 或是那個MSN那種東西啦 李明哲從十二月 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開始 先後擔任這些群組的管理員 然後呢十到十一月呢 這兩個人多次討論說 我們要做成立一個公司 叫做梅花公司 這公司的目的是什麼呢 要建立政黨 推翻國家基本政治制度 那彭宇華當執行的經理 李明哲當執行副經理 不過這個是那個起訴書 他們是自己說的啦 那李明哲說沒有 後來我沒有參與 也沒有資金往來等等的 一二年到一六年呢 這兩個人呢 透過網路平臺 跟線下的聚會 線下的聚會 應該還是在網路上聚會吧 或者是說我不是很清楚 這十字聚會 還是在網路聚會 組織成員插手炒作 中國發生的熱點事件 譬如說有什麼什麼 那收稅的啦 或是什麼那個群眾事件 說肆意的歪曲事實 利用輿論挑起不明真相的人 仇視政府 那毀謗跟攻擊國家 現在的政治制度 然後呢一五年六到七月呢 在網路上討論暴力 顛覆國家政權的過程中 明確表示 我從來都不覺得 要排斥暴力革命 暴動是遲早的 那所以呢叫做煽動他人 顛覆國家政權 這個對任何一個 有腦筋有理性的人 覺得怪怪的 他並沒有叫你去殺 去砍去衝去開槍 他的說法說他認為呢 他不排斥所謂的未來的暴力革命 那暴動可能是遲早 說實在多少說唱衰中國 說中國崩壞論 一定會有什麼這些人 不都是一樣嗎 但你要縮死人家犯罪 你一定要具體的指令 甚至要具體的作為 甚至你要有一個東西交付 但是呢中國認為說 這個就叫做涉及煽動他人 顛覆國家政權 我們再來看看 那間神秘的梅花公司 為什麼會被中國 以及中國的法院認為 他觸犯的顛覆國家政權 梅花公司運作計劃書的內容是什麼 它內容主要就是希望透過這個 以網路為平台 從這個全國建立這個 八個QQ分群 最終建立到每個地級是有一個群 然後以這個為這個組織擴展的 希望在2017年以前可以 可以聚集到100萬人 你在梅花公司組織當中 擔任的是什麼職務 具體負責什麼工作 我不會吧 就是讓我負責這個 這個教育的 教育的這個工作 那你是如何開展教育工作的 就是在這個華南群 我們那時候 在華南群擔任管理員 他只派我去華南群 違反華南擔任管理員 在華南就我們成立一個公民學堂嘛 就是我 主要是我 然後還有一些群的成員 就是不定期撰寫一些批評 惡意抹黑 中國共產黨 中國政府 以及中國縣營制度的這個文章 鼓吹建立這個 在中國建立這個西方的 這個多黨輪流執政的這些文章 跟類似這些文章不定期的 然後在群裡面以文字的形式 進行這個演講發表 其實書指控2015年的六七月間 你與馬蘇林等人通過網絡 討論以暴力方法 顛覆國家政權的過程當中 明確地表示了 我從來不覺得要排斥暴力革命 暴動遲早的 是不是屬實 我們再透過視訊連線 給李明哲救援大隊的成員 蕭一鳴 一鳴同時也是司改會的執行秘書 我請教一下一鳴 我們如果相信李明哲所說的 都是事實 他坦承的都是事實 但那些事實 也都僅止停留在思想 言論的層次 如何可以構成所謂的組織 企劃乃至於實施 顛覆國家政權 是的 李明哲 他所做的這些事情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他都是在臺灣進行的 大部分的行為 都在臺灣上網 那臺灣是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因此他在臺灣上網 主張民主自由 並沒有違反臺灣任何的法律 按照中國的刑法 行事訴訟法的規定 如果行為所在地的法律不法的話 中國是不能處罰的 所以呢 那個這一次 他們所使用的方法是說 他跟中國的一位網友 然後呢 說這個中國網友要主持公司 那麼他事實上 這個公司後來也沒成立 他也沒有參與 那他們所謂的這個 一個武漢會議 他也沒有去 他所做的只是把這個訊息分享而已 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來的話 李明哲事實上是沒有構成任何犯罪的 那我再請教一下 義明接下來怎麼辦呢 如果當李明哲已經坦承 所謂的觸犯當地國家的犯罪 以及這些所謂的起訴的證據的話 接下來怎麼辦 是我覺得目前很重要的是 要先幫這場 先確定這場審判是一個不公正的審判 那不論從各種程序上來看 都有很多的瑕疵 以剛才這個部分來講 他的律師 並沒有為他做實質有效的辯護 那麼只是在幫他求情 要求判比較輕的罪 那這些都是對李明哲基本權利很大的傷害 所以基本上我們認為 要挑戰這一次法律的合法性 因此上訴或者不能夠上訴 或者是持續的 或者重新進行審判 都是相當重要的 接下來的一個做法 是 非常謝謝蕭一鳴 現在仍在中國湖南岳陽 跟我們做視訊連線 非常謝謝義明 不過再請教一下樂義兄 這件事在政治上會有很大很大的衝擊跟影響 兩岸政治 我覺得影響不會很大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的我們 我們都已經大概了解大陸實際的情況了 他情況他就是這樣子 你會去的人還是會去 你不去的人還是不去 這個認知不是現在才有的認知 不是現在 一般有那樣的認知就是有那樣的認知 去的人還是去 我覺得影響不是非常的大 還有一點 剛剛有談到事實上這些東西 不要說是境外 大陸自己的藝人士也在爭取他們自己的言論自由 你比如說剛剛這些東西 他們有談到憲法第三十五條 有賦予人民言論跟結社的自由 是 所以他們自己也有人認為 李明哲所做的這件事 都是屬於憲法三十五條 所保障的 言論層次 這是在大陸 已經有人出來 針對這個事情 但劉曉波事件是一個conclusion 是一個結論 結果就是這樣子 是 政府的認定不是這樣 所以就有劉曉波這個事件出現 第二個我要講的是 這個李明哲 我特別有注意 他有兩個 一個是他有承認的部分 第二個有否認的部分 對吧 有承認有否認 他否認主要是這個棉花公司 因為棉花公司是行動 是 他承認的部分不是行動的部分 他承認有罵共產黨 他有發那些 那個是思想的部分 他否認是行動的部分 所以剛剛有講到 是一百零五條對不對 你剛剛標出來是第一款 第一款是行動部分 大家沒有看到第二款 第二款是造謠毀謗 或用其他方式 顛覆國家政權 他講的是第二款 他要避開的第一款 他有第二款 第二款就是主要 主要分子 跟這個重大情節者 是除五年以下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然後非首要分子的話 除五年以下的 那我現在如果講中國是一個 漠視人權的國家 對中國來講 我這叫做造謠抹黑 污衊中國 我去中國就會被抓起來了 這個定義 我不能定義 這個是由中國他自己 他來定義的 而且還要看誰說的 我相信某一類的人說是很嚴重的 某一類的人 他可能就認為不嚴重 這怎麼說 你懂我意思 他認為說你是 你是我的敵人 法律因人而不同 當然 當然是這樣子 對他來講 當然是如此啊 所以我一直在講 你們剛剛講的 我都很尊重 也是我也生活在這個環境裡面 但是你是用我們的環境去看他的法律 你怎麼可能呢 了解 但是你要從他的法律來看 我們是不承認的 他的法律抓到我們的人就尷尬了 抓到我們的人 在他的領土上 他抓到我們的人了 你說怎麼 你說怎麼辦 恐怕是這樣子 就是說而且對不起 我再打個岔 而且剛剛有談到說 所謂的自信 我們都覺得中國共產黨這樣走 還是完蛋了 一定完蛋了 以全世界為敵 對不對 但是我們發現他們 並不是這樣子 恐怕全世界才完蛋 不是他也不是這樣想 他最近有沒有發現 一直講到四個自信 剛剛有談到 道路自信 他覺得我走這個道路是對的 第二個理論自信 第三個制度自信 第四個文化自信 剛剛還有講到這個制度自信 問題說我有自信 所以我知道你們這樣來了 所以他認為他現在所做的東西 是很有把握 很有自信的 在我們外界來看 是很可能是很愚蠢的 很違背時代潮流的 他不是這樣看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跟誰打交道 你要小心 你是跟天使打交道 還是你是跟魔鬼打交道 你要先搞清楚嘛 對不對 你要拿 你這樣也有顛覆國家政權 我是講一個事實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對不對 你總是要拿西方的東西 去看他弄東西 我沒有意見 這是真的 但對象是誰 這是事實的部分 那今天我覺得最重要 是要把人救出來嘛 所以李明哲他才會承認嘛 了解 那我要想他的做法也是這樣 所以他也很記者 我們拿一個例子 就是玲瓏基 銅鑼灣書店的老闆 他在那邊也是承認 然後才可以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說 我那邊是為了回來香港 我才承認的 不過我們等一下再來談 不過社長我想請教 這件事難道不會對兩岸造成更大更大的所謂的隱憂 不信任相互猜忌相互咒罵嗎 我覺得這部分我比較保留 我認為這一次大家都比較沒有注意到 包括陸委會海基會 很多過去都已經送訊息過去已讀不回 或是打電話不接的 通通接了 而且不斷接 還不停地打電話過來 這個中共的這個想要處理這個案件 我為什麼一開始就講說他想要趕快結案 因為他很急切嘛 所以過去講的說這都兩岸都已經不相接觸 在這個事情裡頭我們大部分的人就說大家都有默契 他這麼認真要接觸 我們就讓他自己這樣接觸一下 所以這個有一個好處 是說兩岸之間的確為了這個事情有接觸 那當然這背後是因為美國壓力太大了 你看今天那個白宮講著講著 又說十一月是不是川普會去中國 好像還沒有決定 我告訴你 我在你的節目說過 我五月底的時候去白宮 我問了幫這個這個這個川普在安排行程的人 就博明就是 Matt Pottinger 我問他說什麼時候 他說not yet decided 到昨天為止我得到答案 還是not yet decided 所以這個對習近平來說 這個壓力是非常大的 因為這個這麼大的國家 如果沒有跟美國有一定程度的engagement 他是做不下去 而且兩邊真的要做下來談 北韓這個議題實在是太太sensational 那臺灣這個議題 我不認為會有機會排上去 更甚至於就是當李明哲這個案子 一直擋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因為我有問過美國他們官方 他們老實說八月就差不多幾個禮拜前 美國還派的人到臺灣來專門看李靖 然後表達他們救援李明哲非常積極 然後這個代表團的人來了以後 這個還去總統府 見了相關人士 一個一個談只有一個話題 你們準備怎麼處理李明哲這個案子 那當然我們的政府所有的都談得很正面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到去到上個月幾個禮拜前 美國都還是這樣來處理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知道李明哲這個案子放進連那個 他的國會裡頭的所謂的PPL 就Political Prisoner List有多嚴重 就是說這會變成中美之間在談任何問題 尤其談到臺灣問題的時候 一定上架 那中共要怎麼處理呢 你要趕快處理掉 所以我現在看起來是他們開始 等於是找我們陸委會幫忙嘛 就請我們幫忙趕快處理掉 剛老師你也認同這樣的說法嗎 我贊成 反而未來兩岸會有因此而更多的溝通 不是因此 而是說兩岸要和緩 時機到了 所以要趕快把這個事件告一個段 以上節目可在公視網站 加期服務影音網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加期讓精采繼續 精采2017公視9月閃亮登場 我覺得這不是單一個案耶 這真的很有可能是一連串的恐怖攻擊 全台首部系列醫療劇 2017重磅回歸 開拓醫療劇新視野 麻醉風暴第二季 引導兒童學習思辨 尋求更多的可能性 三隻熊互相激盪出不同的思維 熊星人與地球人 狗與狼的基因相似度 近高達98.8% 毫無保留的犬科動物介紹 都在生態拳記錄 神奇的犬科家族